南澳洲的首都是Adelaide 很著名的是葡萄酒業 南澳洲有超過150個葡萄莊園 這裏是Barozza Valley 出產的酒大家都應該有聽過 例如Jacobs Creek 其實是在Barozza Valley 最古老的葡萄莊園 另外有代表性的酒品牌 就是Penforts 大家可能都已經聽過 因為在Adelaide 陽光比較好 也不會太潮濕 所以葡萄莊園在這裏 種植是十分蓬勃的 除了酒莊之外 我帶大家看看 Adelaide市中心有一個中心市 中心市場就像香港的街市 但它提供的選擇和店鋪的種類 亦比香港更多和有系統 因為在很多澳洲地區 點對點之間的距離是很圓的 駕駛當然很方便 可以去到 但同學如果沒有車的話 需要坐巴士 巴士的班子也不太頻密 的時候 這些購物的地方 方便度其實就很重要 這個市場其實是在市中心 所以同學如果想要放學之後去購物 其實也很方便 然後它旁邊 正正在市場的市場 其實就有一個唐人街 唐人街為甚麼 其實到澳洲也有唐人街 為甚麼我特意介紹 Adelaide的唐人街 是因為大家不知道看到這裏 其實是一個香港的食物中心 因為在澳洲 其實可能也要調整澳洲人的飲食 可能比較多吃薯仔 炸的食物 炸的海鮮 牛肉牛扒 一些薯仔 柑橘子 柑橘子 之類的食物 我們中國人 未必說每一餐都可以 這麼習慣吃西餐 很多時候都會想要我們 吃一些熱的食物 而不是一些沙拉 可能我們也想吃一些熱的食物 雲吞麵 或者是一碟乾炒河 如果是一個唐人街 是很方便 在市中心 在市場旁邊的話 跟兒子都應該會很方便 Adele的天氣 剛才說了 我們說Perth 這個西澳洲的首府 Perth 其實它最有名的 就是有一條 Swan River 天鵝號 除了它有天鵝之外 它會有很多黑天鵝 如果你有留意 在西澳洲的旗上 其實也有一個黑天鵝的象徵 其實黑天鵝是代表一個 就是西澳洲的一個 西澳洲其實是很大的一個地方 它有沙漠 它也有沙漠 例如Wadness Island 或者Monkey Maya 那些地方會有很多野生的生態 沙魚 野生的海豚等等 這個是很出名的一個世界奇觀 這個Pinnacles 是天然形成的 在Perth 大概是市中心 駕駛三個小時的車 就會去到這個Pinnacles 另外 還有西澳洲很有名的 就是這個粉紅湖 西澳洲在這一邊 它的天氣會比較炎熱 乾燥 因為近沙漠的地區 但是冬天其實也會很冷 我們向澳洲的中部出發 這個是很出名的 愛麗斯泉的烏魯魯石頭 這個附近其實全部幾百公里 都是一些紅土的沙漠 也有一些半土原住民的文明在這裡 另外 如果再向北走 就是整個不領地的最北邊 就是Darwin Darwin這個城市 其實就是不領地的首府 然後它也有很多自己的特色 而它很出名 很吸引遊客的 就是這個鱷魚的國家公園 在這個鱷魚的國家公園 你可以挑戰這個死亡 就是黃之龍 近距離和全澳洲最大的 鹹水樂園 做過近距離的接觸 最後我們來到 塔斯曼尼亞 塔斯曼尼亞 我們很簡單就叫它TAS 這是TAS 很出名的一個酒杯灣 塔斯曼尼亞因為它自己 形成了一個島 變成是全澳洲自然的生態 保育得最完整的 它大概有四成的土地 其實都是列作一個自然的保育區 另外其他地方 當然也會有一些 像這裡 這裡 Horbert 其實也會有一些 城市化的地方 也有一所 塔斯曼尼亞大學 在這裡 澳洲除了有很多很漂亮的環境 很多獨特的天然景觀之外 也有自己很獨特的動物 這一隻是在西澳洲 Wallest Island的Poker 大家都會稱它是最開心的動物 因為很多遊客都會和他們拍攝自拍 亦都想和同學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 你在澳洲 其實很多時候你駕車 或者是阿跨省我們去旅行 會中間看到很多這些動物牌 動物的牌 除了有袋鼠等等這些動物之外 還會有 可能有蜘蛛 有蛇 有賤豬 也會有樹熊等等 很多不同種類 你要小心就是 這些動物很多時候 在日出或者日落的時候 會特別活躍 而且譬如說 代鼠為例 牠的視力不太好 通常在晚上 牠很喜歡追著車頭燈 牠對光線比較敏感 所以變了 如果你晚上要在公路駕駛的話 最重要就是小心駕駛 如果真的遇到有野生動物 跳出來的話 最好就是 你可以向安 不斷向安 來嚇走牠 希望大家駕駛的時候 注意一點點 就可以避免到一些交通意外的發生 剛才看了這麼多澳洲很漂亮的環境之外 其實我們也要不要太離地 也要知道澳洲人的每日生活大概是怎樣 因為始終我們沒有辦法每日都在澳洲 也要看很多不同種類的風景特色 其實上班上學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這裡其實也是澳洲的市中心 其實澳洲有一個CVD 叫中央商業區 其實主要就像香港的中環一樣 其實每一個大的澳洲市都會有一個類似中環的地方 而這些地方也會是 同學每一天 上班上學 可能會轉車 乘車 乘車 同學聚會 見面 買食 或者去一些不同的機構和公司 其實都會聚集在City 這個就是 同學如果不開車的話 需要乘巴士 這個很可能是你上學的情況 這個是澳洲巴士的Translink 然後到上班下班的時間 其實都會像中環一樣排長龍的 所以是希望同學也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希望剛才的分享可以幫到大家 去觀察一下澳洲的生活是怎樣的 下一集我就想跟大家講一下澳洲的大學 也都介紹一下澳洲最出名的澳洲八大 下次再見 拜拜